王菊是自媒体界的一股清流 在这里由衷的祝福王菊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 同时也惜让那些沉迷在法轮功的人早日清醒 王菊 我觉得贺龙那天晚上的事件压根不会引起民进党那么激进的反应 强烈建议王菊查是不是由李神棍的水军故意衰多 王菊四处出击 到处树敌 不懂得凡是敌人反对的都应该支持的道理 只凭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良知做节目 不知他能走多远 王菊讲解得很好 有浅入深 希望那些沉迷在法轮大法里的人能早日刷到王菊的视频 让人可以一下子就清楚法轮功真实的一幕 王菊吃饱撑了 与邪教的斗把你自己也斗邪了 我在路上遇到轮子就拉黑 我不浪费一分一秒 所以现在轮子不敢加我朋友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工 与萧明联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王菊出品 必是精品 王菊的理性 刺痛了李洪志等人的利益 客观理性的分析 王菊可以与萧明女士联系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作为一个正直的媒体人 在哪种政治体制都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但是你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还敢于直面真相 不为改初衷 了不起 谢你勇敢站出来 让大家认识深刻邪教 远离邪教组织 不被邪教组织蛊惑 把太平天国 愚昧 自私 贪婪 残暴 重新演绎 的淋漓尽致 有演员逃出来后爆料 他们被剥夺了基本的医疗权力 被迫自行练功治病 更甚者 他们的行动被监视 无法自由下山活动 真邪教 支持王菊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功 与萧明联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 新唐人电视台YouTube直播 没什么人收看 都是台湾岛新闻挺多的 加拿大很多法轮功信徒 美国有多少法轮功信徒 不知道有没有调查报告 王菊的评论还是那么深刻 能不畏黑暗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功 对萧明最大的支持 就是联动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王菊的评论还是那么深刻 能不畏黑暗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功 对萧明最大的支持 就是联动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李洪志宣扬邪教义 采取各种邪教手段 控制修炼者 伤害广大练习者的身心健康 他胡说什么 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原因 是前世的回报 据于超说 法轮功媒体 清朝出动攻击王菊 只是从人格和名誉上贬损王菊 却不敢回应王菊提到的事实 可能是得了李洪志大师的指示 李洪志成立法轮功 为什么看不见法轮功视频 法轮功信徒说法轮功包之百病 李洪志应该宣传才对 很奇怪 我从来没见过他开直播或者视频 72岁高龄李洪志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 生死沉迷 他伪恶丑的本性 和法轮功邪教本质 正逐渐被世人看清和唾弃 王菊的归纳整理非常令人满意 分析得很清楚 让人一目了然 很容易理解 破解法轮功的内幕 避免在污染无辜的人 受骗上当 功德无限 感谢王菊让我们知道真相 你也太帅了吧 看了这么久以来 感觉自己成长了好多 或明白了 对这个世界有理解有深度 触碰不敢谈的 王菊 你不是一个人战斗 我也是一个练功的人 但现在不练了 只因为原来得了病 还好去看了医生 你所说的大法内幕 真的让我震惊 大喇嘛搞得比李大师厉害多了 但是这个圈子 王志安不熟悉 所以就说没有搞 其实王志安也经常以偏概全 但是支持王先生的发言权 王菊说的非常非常对 最公正理性正义客观 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媒体人 有脑子有人性的人 都会感恩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有这么好的新闻人 我不是中共党员 但是我在国外看到 法轮功的节目 和到处宣传的人 特别讨厌 支持你 法轮功节目 全都在国外媒体造谣声势 还爱胡说八道 支持王菊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宫 与消明联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支持王菊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宫 与消明联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法轮功 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 丧失警惕 让他随意摆布 就是要迷惑人们 盲目听从他的指挥 听凭他为所欲为危害国家 危害社会 危害人民 所谓释出反常必有妖 李洪志不再露面的真实原因 很可能是感染新冠后身体每框愈下 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为了法轮功不散伙 一直匡辩世人 怎么把一个单纯劝人为善 言行不要侵犯他人与社会脉动 生存权益与安全的自律 自重 最低 也是最高 为人处事道德与守法标准修为 法轮功本身是邪教 一帮靠着法轮功的金钱 在台湾 美国 等地 做自媒体大势反共 黑暗怎么能赶出黑暗 真可笑 呼吁全地华人 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讲得很好 我很惊讶 像张天亮这样的相对理性 经常鼓励大家 要有自己独立思维能力的自媒体人 都参与这波彻头彻尾的人格攻击 而不只是提出的问题 小时候我去农村的亲戚家 就亲眼见证了 亲戚孩子有病不吃药 坐在那练功 还要让我一起练 我的内心里就有良知 告诉我这绝对不正常 就没学习 说得好 大实话 张 王 文 都看不懂 真是可惜可笑 弄了半天 全是法轮功 天啊 这些频道全是每天我会看到的 真可怕 赶紧关注你了 否则迟早会激起追求解脱者 诸般强烈自卫反击 即让组织信众心寒 灵魂意识无法 无害自由意愿来去 陷入魔道 魔掌捆绑可能 分崩离析 你看那个在日本捞钱的统一教 就知道斜脚真的很厉害 好在中国不是他们那种靠钱的选举制度 要不然当初法轮功估计得在议会里整一半以上席位 法轮功头目李洪志一贯宣称 修炼法轮功可驱除百病 鼓动学员不得看病 有病拒医拒药 鼓吹所谓练功可以治病 宣传信法 使重症能得以自愈 王菊 作为您的粉丝 您要保重身体啊 发生的事情都有在看 这么多的人黑您 这是多激进啊 多曝光这些真相 让他们更加恐惧你 加油 我们支持你 他们的那个神韵演出 奉劝大家千万不要看 即使他送票给你 也不要看 因为他们歌颂的是假创世主 背后的邪恶 是善良的人想象不到的 真相就快大白于天下 李大师是我们那边的人 他的弟在我妈单位 大师刚有点人气的时候 他弟问他 你整这个能行吗 挣钱吗 大师回答 还行吧 能卖点书 卖点录像带 为了敛财 李洪志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方面 他又享乐第一 大肆挥霍 在美国过着放纵奢侈 荒淫无度的生活 别墅 名车样齐全 钱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 法轮功 四大家族 通过各种手段 大肆敛财 同时压榨 普通信徒的劳动心血 这一行为 不仅凸显了 邪教组织的泯灭人性 更暴露了他们的本质 追求权力和金钱 支持王菊 他的节目我看了几年了 都是理性客观的分析事情的真相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宫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李洪志在传播法轮功的过程中 不断标榜自己是超凡脱俗的最高的佛 但实际生活中的李洪志 却对金钱格外贪婪 靠传播法轮功短几年报复起来 王菊发的视频 我基本上每一期都有看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都有所了解 我觉得那天晚上的事情 根本不致引发那么强烈的反应 我觉得肯定有李扑克的人在其中作乱 法轮功深谙共产党这一套斗争逻辑 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以共产党的方式攻击共产党 又以共产党的方式保护自己 王菊说的对 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 掌媒掌权 我不是法轮功人员 更不是任何派别的成员 二十年前 我在多伦多大学 听了一场李洪志和魏京生的演讲 李洪志说 真善忍是宇宙的真谛 那真是令人惊艳的胡说八道 法轮功的修炼 并不能超脱自然的规律 众多因病去世弟子的遭遇 就是实证 所谓的挥手治病修法圆满的说法 不过是李洪志为了招纳信徒 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借口 据爆料 李洪志家族在美国 至少有一处房产 更是靠着四处搜刮来的钱财 和弟子义工的无偿劳动 在纽约建起了 占地十多亩的基地总部 不少弟子义工 在施工过程中丧命 王菊的节目 客观公正 有理有据 把太平天国 愚昧 自私 贪婪 残暴 重新演绎的淋漓尽致 支持王菊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都是理性客观的分析事情的真相 李洪志已死的传闻 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李洪志已经很多年没有现身了 所有李洪志的消息 以及李洪志发表的经文 均来自轮眉明慧网 只见其文 不见其人 全是文字报道 这频道大部分是客观的 但是就是反感为日本排河废水 洗地 让人恶心 这种反人类的事件 还能光之堂皇洗地 不能不让人怀疑 也是为某利益集团服务 违背客观新闻人的形象 转发 邮寄的08年汶川大地震后 法轮功在法拉圣图书馆门口 敲锣打鼓 高挂横幅 天灭中共 为天灾幸灾乐祸 何善 何真 何然 从那时候开始 我对这个组织很反感 曾经吹嘘 致病不需要寻医问药的 法轮功教主李洪志 已然流亡美国多年了 尤其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隐居在美国龙泉寺的李洪志 就此在公众视野之中消失了 我是王菊的忠实粉丝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 贺龙那天晚上的事件 压根不会引起民进党 那么激进的反应 强烈建议王菊查 是不是由李扑克的水军 故意窜多 天象大变在这个世界的 广州上空出现了 出现天堂与末日的景象 已经长达十一年之久了 已经成了定局了 我作为大法弟子 必须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因为他牵扯着我的未来 虽然李洪志的生死表面看 仍旧是个谜 更有很大 可能为保密巧烧掉了 至于保密的原因也很明显 李大师是神 神怎么会死 若失去了李洪志这根主心骨 树倒胡孙散是必然的 我是王菊的忠实粉丝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赫隆那天晚上的事件 压根不会引起民进党 那么激进的反应 强烈建议王菊查 是不是由李扑克的水军 故意窜多 任何宗教前期都是邪教 你看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这些所谓的宗教 存在时间长了 就成宗教了别 我绝对支持法轮功 但是我不信 呵 可以存在 有人信就去信 王菊 我是你忠实粉丝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赫隆那天晚上的事件 压根不会引起 民进党那么激进的反应 强烈建议王菊查 是不是由李扑克的水军 故意窜多 支持王菊 敬佩王菊这样纯真的新闻人 不畏黑暗 不偏不倚 追求真相 希望能够持续关注某宫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真相和内幕 勇敢发声 让我们知道真相 期待王菊进一步的剖写 法轮功的媒体 我看过大禹拍案 新唐人等 所谓新闻 不如说是假闻 为了靠近美国川普政府 所做的报道 都是假新闻 如果教义是真 善 没 他们所报的新闻 哪里体现了真 记得法轮功还盛行的时候 晚上看到一堆人像神经病一样 集体在地上静坐 看得很奇怪 然后还喊口号 还光明正大的街上 推荐别人加入法轮功行列 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反正很奇怪的组织 近四年以来 南密李洪志大师的踪影 未见其真身 这对热衷于在弟子面前宣扬大法 提升自己知名度的李大师来说 是极不寻常的 人们常说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不由的 让人对其深入思考 然信众自己公开说明 被开除理由与组织切割 从此道不相同 不相为谋 互相尊重发展 却搞得跟黑帮组织般 要求不能公开说明 开除理由 不听话 配合者就诸般打压 排挤追杀 王菊的节目质量高 都是论证调查 分析事情的真相 见解独特 我了解了肖明原来一直以来对李洪志抱有恐惧 只有流量比他大的人去推动他 才能暂时让他突破恐惧 需要王菊来家一把火 法轮功是中共的心腹大患 不明白 王菊为何无缘无故去揭发抹黑法轮功 唯一的解释是受共产党指使 王菊揭发法轮功的材料 也备有的洋外宣所使用 感觉这些大外宣受中共的统一指示 直接信仰佛法就行了 如果找不到正宗佛法系统 直接到东南亚学习只观禅修 对谁都不崇拜 了解佛法理论 直接坐上修 生活中修 读经书 自己修 加入任何组织 都有个人崇拜的风险 王菊做客贺龙的节目客观 真实 恰如其直播节目非常重肯 民进党这么激进 肯定是受了法轮功水军的拱火 细思极恐 强烈建议大家看余超的油管 法轮功现在干出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足为奇 法轮功还通过媒体机构 大型演出 文艺比赛等方式疯狂敛财 不仅从普通信徒身上压榨出大量财富 还以各种方式欺骗社会大众 诱骗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王菊做客贺龙的节目客观 真实 恰如其直播节目非常重肯 民进党这么激进 肯定是受了法轮功水军的拱火 细思极恐 强烈建议大家看余超的油管 法轮功现在干出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足为奇 自李洪志以气功为掩饰 歪曲 盗用佛教义和术语创立了邪教组织法轮功以来 大搞对李洪志的神话 李洪志自称佛祖转世 而且采用颠倒黑白 造谣诽谤的手法 攻击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 众所周知 法轮功邪教以真善忍为最高修炼法则 但其做出来的事情却恰相反 捏造是非 传播谣言 非发敛财 漠视生命 一桩一剑 充分体现出邪教组织虚伪善变 言行不一的丑恶嘴脸 否定别人的观点 不去从观点本身去反驳 而是给提出观点的人 扣上不好的脑子 再基于坏帽子是坏人 坏人的观点就是坏的逻辑 从而达到否定的目的 这就是红卫兵 这就是文革 这里是法轮功 民进党这么激进 肯定是受了法轮功水军 处心积虑的拱火 王菊的节目我看了几年了 都是理性客观的分析事情的真相 细思极恐 强烈建议大家看于超的油管 法轮功现在干出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足为奇 李洪志一家拥有了法轮功 最大的财富和权力 不仅能够操控组织内部的一切 还拥有了海外房产 私人飞机 私人游艇等奢侈品 其生活方式和法轮功 所宣扬的升华道高维度 等理论背道而驰 我在新西兰 看到法轮功的丑恶言行 十分厌恶 我真的不懂那些法轮功们的脑子 是否进水太多了 一个孩子都能够辨别的真伪 还在无耻地造谣声势 王志安说出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良知和正义 正直 王菊好 首先说明 比人不信法轮功 但仅因为法轮功让人不吃药 不看病就推断是邪教 有值得商榷之处 基督教有个派别 好像叫耶和华建政会 该教派不允许教徒接受书写 但人们还是认为是正常的教派 也是在此人间国度 或未来往生道 和平运作天堂 各佛国世界等 与群体和平尊重 包容相处 最重要基础 为人处事意识作为 生存学习真理大法 所拟据推广众生 学习生存真理大法的宗教组织 轮子和海外的反共的货色 有逻辑的不多 但凡有导点逻辑 也不至于输出无脑内容 他们的内容 无非都是输出情绪 没有逻辑 你所谓的新闻自由和真相 第一是两边不讨好 第二是你也无法保证真实 客观 单就一个忍字 就暴露了法轮功家 和历代统治者 都是一样的货色 就是愚民从中获取利益 所以这玩意 也就中国人信 只相信权威 不讲逻辑 与共党一样的德性 才会被政府清除 窃人家的蛋糕 当然杀你 中国基督教协会 副会长曹圣杰表示 我国政府取缔法轮大法 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我们基督徒坚决拥护 我们气愤的是 李洪志利用宗教词汇 语言 教义 来达到其对抗国家 危害社会 迫害广大信徒的罪恶目的 李洪志所宣扬的 真 善 忍 自称是传扬最高佛法 而实际只是一个幌子 他所宣扬的 真 实际是假 他的法轮大法 是盗窃了佛教 道教的一些名词 术语 又利用一些科学名词 编程的歪理邪说 伪科学 李洪志却拿着这些 不义制裁 住豪宅 开名车 享受天堂般的生活 在李洪志 每一幢豪宅的砖瓦上 在集资骨干的 每一款奢侈品上 凝聚了多少 痴迷者的血汗和冤魂 李洪志极其高徒们 在享用这些 不义之财食 能心安理得吗 法轮功 都是嘴上挂着真善美 其实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 说明什么是真善美 难道就凭虚无的信仰 就说是真善美 如果真的存在 那样的真善美 人就不会有年龄的限制 更不会谈及衰老了 初中就违背了自然 自然无人相信 李洪志在 《转法轮》中 吹嘘修炼大法 可以青春永驻 从外观上 给人感觉很年轻 没有皱纹 脸上光的 白的 白里透红 而历经数十年 如一日的修炼 李洪志终究没能 逃过衰老官 实现白里透红 青春永驻 李洪志为了达到 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幕后策划 八方串联 使法轮功练习者 犹如魔法加身 照之即来 挥之即去 数亿千计的 法轮功练习者 被折腾得妻离子散 精神崩溃 甚至命丧皇权 还以为是功德圆满 知识王局 理性客观讲述事实 期待多做 法轮功内幕的节目 游记的08年 汶川大地震后 法轮功在 法拉圣图书馆门口 敲锣打鼓 高挂横幅 天灭中共 为天灾幸灾乐祸 何善 何真 何人 从那时候开始 我对这个组织很反感 由于法轮功信徒们 年龄逐渐老化 有病不医治 经济紧张 不讲科学 膳食营养 作息无常 社会联系少 活动圈子小 死亡率相对较高 特别是 法轮功组织上层骨干 相继失去生命 使法轮功信徒们 对修炼成神 失去信心 我支持法轮功 但是我不信那套东西 呵 因为中国人需要法轮功 现在中国人就是三个信仰 一个共产党 一个法轮功 一个普世价值 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套皮 华人就这三种人 你是那种啊 呵 其实都一样 信仰这玩意 呵 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 都在不同程度上 批判了李洪志的法轮功法 义正言辞地说明了 法轮功是一个邪教 和三大宗教的目的 有着天壤之别 邪教的面目被完整地包下 展露无遗 你还会追随李洪志吗 还会继续修炼法轮功吗 说个人经历吧 之前有个台南东山 有个亲戚 前年自宫激流 宁死也不去医院手术 要靠法轮功和师父来医治 罪发展严重 昏迷不醒 被家人扛去医院手术 术后恢复过来 依然感谢师父 依然继续修炼 拒绝医院复诊 我的天 法轮功不论是否邪教 这种玩意 居然能忽悠那么多人 也真无语 王菊应该还是怀念 民主集中制的 当前的大争知识 本质争的是利益 专制和民主 只是外衣 打破欧美利益分配权 靠民选民主 还真做不到 正因如此 欧美才如此诋毁专制度 支持王菊 之前在伦敦 也接触过几个法轮功 与他们沟通交流 真有触目惊心之感 真是被洗脑的状态 已经是盲目虔诚 其实 这些人身上 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但在他们心目中 练法轮功 是万能的 百病不侵 有点吓人 干净世界 新冠清零 我选中立的王志安 刚才发现 好几个博主 是法轮功的 赶紧取关 这两个月内 只要是突然开始说 王菊黑化的 都被网友挖出 是法轮功的 捅不看了 这些人真的太激进 造谣跟事实混在一起 太可怕了 不要那么左好吧 我乃当年信法轮功 说世界末日快到了 让把家里的 鸡鸭鹅牛猪 什么的都宰了 好吃几顿 家里人怎么劝都不听 好嘛 到节日的时候 没东西吃了 还说生病不用去医院 练法轮功就行 我他妈的 有正常思维的人 都知道是邪教吧 就这还有人信 我不知王菊为何反出体制 或者被驱赶 我也不清楚王菊为人 更不知王菊为何与 法轮功组织结怨 但如果要我在王菊 和法轮功两者中 则其义 我选王菊 为什么 因为我清楚 法轮功是个什么德性 也清楚 他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所在 因为我知道宗教的本质 王哥 我生活在国内 我非常认可你去搞那些 无脑小粉红 就没有自己的理性独立思想 无脑支持某些东西 我也不反共 我目前还挺支持共产党的 就是言论风控 官僚主义 还有贪污什么的 非常恶心 目前中央的东西 大部分是对的 只是很难面具到的 执行到地方 法轮功到底是不是邪教 这个我也不好下定论 反正从中共国媒定调来看 就是邪教 到底是谁在撒谎 我也不清楚 只有去法轮功内不了解真相 才能做出评判 当然 中国人之所以大多数都认定 法轮功是邪教 除了官媒定调 法轮功媒体的造谣能力 无法无天 也是一大原因 这一期节目经典 王局一期节目 就已经把大法的教义 真 善 忍权势的淋漓尽致 这些所谓的高学历 高素质的法轮弟子 哪还有脸面 继续在国外宣传不到啊 真的是不知羞耻 总之 我们只关注事情真相 相信真理 公平正义 那些包装的伪装的政治团体 我们还是要格外小心 法轮功媒体的内容 整天不是什么中共必亡 就是中国经济要崩溃 要么就是什么活摘器官 急一人退党 急一人死于新冠之类的 还有很多来源不明 真假难辨的新闻 里头的嘉宾主观色彩太浓 很多时候的评论 几乎就是在辱骂 可想而知 法轮功媒体和那些所谓 专家是什么水平 近年来 李洪志迫于形势所逼 为了招揽信众 避免自己成为光感司令 李洪志只好违背自己 不管常人死活的孤傲承诺 不得不放宽政策 优惠促销 主动跳出来 在对外宣传的 轮媒发表文章 以救度世人为诱饵 期望还能骗几个常人进来 当轮载 攻其指挥 以起死回生 法轮功 只能说是抽象中的抽象 翻墙后 总是能看到一些离谱的言论 最离谱的算是法轮功了 本来以为一些口水化 和大量的历史错误 很多东西 只要用互联网查一查 就能知道的东西 也能错 已经够离谱了 但是强行归纳世界的运行规律 也是独一份了 相比之下 天元地方都算比较科学了 王菊还是觉得与那些人不同 实话实说 我觉得你们在我们心目中 都是同类人 只是方式不同吧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都是不友好的 换个职业吧 既然放弃了中国 就不要聊中国了 在你喜欢的国家好 重新生活吧 离婚了 还添嘴上挂着前妻 实属不妥了 属于墨迹小心眼的小男人行为 法轮功的初始 是民间自救和救赎行为 但是其思想意识太粗糙浅漏 因此大量使用了所有这类组织通用的手段 神迹和大规模集会造成场效应 而笼络众人 同时又将服从变成诚信和走向修炼成功的必须功课 于是 盲从成为法轮功的不二行为规定 在这里 法轮功真正在走向他所倡导的某些里面的反面 定义法轮功是否为邪教 要看李大师所说的是不是百分百真实 因为真神所说的话必须是真理 超越时空 永不改变 且所预言的百分百准确应验 天离地有多么的高 李大师说谎言的胆子就有多大 之所以那么多人受迷惑病 现在其中不能出来 是因为他们不敢质疑李大师的诸多低俗 但又诡诈的谎话 邪不邪根本不是美加欧所考虑的因素 试问有几个欧美人能看懂听懂中文 所以对他们的统治根基 根本就构不成多大威胁 但凡轮子有当年大卫教那样在美国的影响 早就被美国剿灭了 用轮子们可以隔应中国政府 这就够了 任何可以削弱中国 都会被美拿来在大国竞争中使用 所以轮子们的好日子还挺长 大纪元二十年前 每天五或六万退党 到今天还是一样 每天五或六万人数 数目为何都一样 现在有四亿人退党了 应该每天退党人数不是几千万 也会有几百万吧 傻瓜都懂得怎么去算吧 大纪元天都是在抹黑中国 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哪里好过 大纪元背后是民进党与美国反华势力资助的 请上网多看 新闻大白话了解更多的内幕 李洪志经常强调 要弟子去执着 胡说什么实面无畏 口断执着 再加上这些弟子 因为痴迷练功 学法 救人 不能正常工作 收入受到限制 有的甚至还要向大法奉献钱财 导致生活紧张和窘迫 饮食简单 草率应付 不讲究营养 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导致生病或者旧病复发 得病后又不去治疗过早成为邪教的牺牲品 最近发现王菊的频道 看了几期 深合我心 海外中国人 特别是经历过文革 上了年纪的中国人 无论是反共还是拥共 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都是一样的 只讲立场 不讲是非 凡事都要站队 罔顾事实 我看到粉红与反共的论战 穿粉与穿黑的论战 基本都没有跳出文革思维的苛究 我特别赞许王菊追究事实真相的努力 你的观点 见解经常让人耳目一新 拍案叫绝 我不是法轮功人员 更不是任何派别的成员 二十年前 我在多伦多大学 听了一场李洪志和魏京生的演讲 李洪志说 真善忍是宇宙的真谛 那真是令人惊艳的胡说八道 我学习哲学 从中国学到西方 从古今中外 还没有那一个哲学理论 能回答宇宙的真谛是什么 竟被李洪志的三个字给概括了 如果你用真善忍 去形容一个人的优良品德 那还差不多 法轮功竟然用这三个字 去概括宇宙的真谛 真是不伦不类 风马牛 不相及 牛头不对马嘴 最喜欢王志安的一句话 美国人原来也是英国人 但英国人没想过要去统一美国 就像台湾和大陆一样 我觉得华人在世界上多一个国家 也挺好的 然后结合美国独立战争 对应英国人 不想征服美国 再加上王志安去台湾的时候 犹如过街老鼠 太可乐了 说了99%的真话 就为证明1%的假话 我不知道王志安之前 有没有说过法轮功 如果有现在翻出来 对比现在说的 或者现在说 以后王志安又是另外一种态度 反复横跳 看了真的很可乐 造谣污蔑不是批评 你对大法造那么多 要说是批评 你说是小号 现在又说是恶搞 那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你可以信口雌黄污蔑 污蔑不需要承担责任吗 别人不许 你污蔑 你就指责人家不忍 你一个作恶者 有什么资格 指责受害者不忍 你说精神控制 只配婚姻 只配给你了 你说没回复你提出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重复你的谣言 你说用事实打你的脸 怎么证明没打扑克 谣言就是谣言 为什么要回复你的每一个谣言 你说的大法师傅打扑克 是毫无证据 但是你在这污蔑攻击大法 却是事实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的要求 去如何回复 你讲的所谓的打扑克 还有其他的都无任何证据 全在那所谓的猜测一想 随口就说 你说偶像崇拜是邪教 基督教不崇拜耶稣 你污蔑大法 不许大法弟子揭露你 又说大法弟子 给你肉体上搞倒 证据 你哪句话基于事实 有事实证据 造谣不是批评 我们个人可以忍着造谣 但是对大众造谣 就不是小事 今次花下 作词